不要准许 不要不要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麻烦你啊 回去之后呢 可以做一些 增强免疫力的食物 按照我给你的时间表吃 就可以了 宝贝 等你和小怪兽决战完之后 就可以吃到 甜甜的小蛋糕了 开心吗 那我还要吃泡芙 我还要吃大福 好 妈妈都给你买 你怎么来了 叔叔 你来接萱萱和妈妈啦 对啊 叔叔来接你们回家了 叔叔 爸爸 萱萱 姐 我们回家啊 骑死我了 别慌 别慌 等了这么久 怕那就是后天了 宋总 已经按您说的 订了最早的返程航班 可一来一回 怎么都要一天的时间 该怎么开课 还好吗 想给你所有 你怎么来了 我刚刚 给主导医生打电话了 他说 问题不大 对手术很有信心 那就好 你先出去吧 我还要准备明天的食材 你的瞳孔 原来 记忆中 那些新潮的汹涌 原来光与光 只在黑夜中相逢 从这一刻 请成为我的家人 整个世界的美梦 你干吗 别动 是 爷爷来了吗 希望 爷爷 走了吗 还没 没有 原来错过的彩虹 试试我出发了 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 原来记忆中 那些心潮的相拥 原来光与光 是在黑夜中相逢 从这一刻 想轻轻缠着我们 整个世界的美梦 我猜都在你眼中 日深又月落 春夏秋冬 地震 叔叔 麦迪啊 轻轻的不要吵醒妈妈 叔叔要去哪里吗 叔叔要去工作 那叔叔就不能陪薛薛 一起打小怪兽了吗 叔叔答应薛薛 一定会早点回来 陪薛薛打小怪兽 那薛薛等叔叔 我们拉狗狗 好 拉狗狗 燕卫定 我心中 有太多的相逢 来去太匆匆 忘记了 曾经有过的心动 通死点事 不得不出差一头 我真去手术前赶回来 心动 妈妈 这身衣服 丑 宝贝 这衣服呢 虽然不是很好看 但你可别小瞧它 它呢 可是打小怪兽的战服 你要穿上它 就可以威力无穷了 知道吗 金轩 这个挺好看的 乖 听妈妈的话 等病好了你想吃什么 他爷爷多买给你好不好 对吧 萱萱最乖了 宝贝我来了 是叔叔吗 来 爸爸抱抱啊 不是叔叔啊 不是吧 是别人的爸爸 萱萱 医生 医生 宝贝 要跟阿姨进手术室准备喽 爸爸抱抱 不走 不走 医生 不好意思啊 孩子可能有点紧张 宝贝 妈妈陪您一起去好吗 也不好 那你可以告诉妈妈 为什么不想去吗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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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萱萱妈妈 让孩子准备一下吧 我们先去外面 把手术协议签一下 那个斯拉 那你先去 我陪着萱萱 好 来 萱萱 你陪一下吧 过来 来 只有一位窒息亲属吗 那个 孩子的父亲工作比较忙 一个人也可以吧 数钱签字 其实我们还是建议 双亲都在的 不过没关系 如果特殊情况的话 也可以理解 那我来就可以了 根据我们医院的规定 我要跟您详细讲解一下 脑瘤手术的风险 以及手术相关实施内容 好 脑瘤手术相比于其他手术 风险要高 首先是麻醉风险 齐子萱的手术 会在全麻下进行 可能会出现 呼吸 心跳停止的状况 你是说 呼吸和心跳停止 这个是我一定要高知道你的 但是概率不大 好 那下面是手术中的风险 手术中可能会出现 脑部大出血 损害重药神经 导致偏瘫 视力障碍 听力障碍 或者是颅内感染的风险 根据术前定位呢 会选择入路 切开头皮 打开颅骨 绕到肿瘤后呢 会分离 证为直接 怎么样 今天总部那边什么情况 来谈项目的大部分 都是歌商场的总裁 分快切成 有数后呢 邮箱直写 合理 看来他们还是很给面子呀 哦 对了 秦总 您还记得 您提到过的茂林吗 我按您说的 向他们发出邀请 可惜的是 他们茂林并没有派人过来 齐思乐 齐思乐 宋浩云 怎么了 宋浩云 我 回来吧 医生 我是齐子萱的父亲 我来请吗 可以 原来错过的彩虹 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 原来几种 谢谢 谢谢 合理是他 叔叔 萱萱 叔叔 萱萱慢点 萱萱 萱萱 是 叔叔 你终于回来了 谢谢 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 叔叔的约定 就一定会做到 谢谢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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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兴